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要为您介绍的是中国人过年非常熟悉的一道风景 年画 过农历新年时 人们把张贴在门窗或室内的木板彩音画叫做年画 人们把年画买回家 贴挂于居室厅堂之内 使得满室生辉 春光荣荣 年画 源自古代的门神画 其文字记载 可见于宋代 明代时开始流行于民间 史书记载 明代百姓过年时家家都要换春联贴年画 到了清代 年画已经成为老百姓过年时的一件大事了 在清代文人李光廷记述的新年时事中就有年画仪式 文中说 扫射之后便贴年画 可见在清代文人阶层 打扫房屋之后的另一件大事就是贴年画了 文人如此 平民百姓过年也少不了贴张年画 就连《红楼梦》里的刘姥姥也跟人念叨 我们乡下人到了年夏都上城来买画贴 年画以及吉祥喜庆 活泼热闹的艺术形式 表达出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这幅天津杨柳青木板年画连年有余 表达的就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吉祥主题 画面上的娃娃虎头虎脑 大眼睛 大耳垂 长相非常喜性 他怀里抱着一条红色大鲤鱼 手里拿一朵莲花 身旁盛开着一大朵鲜艳欲滴的莲花 头上的发际上也粘着一朵娇小的莲花 莲与莲谐音 鱼与鱼谐谐音 整幅画面的寓意就是连年有余 和谐饱满的构图 红绿浓艳的色彩 加上美好的喜庆寓意 反映出中国古代劳动人民 祈求丰收的强烈愿望 连年有余采用谐音的方式 表现出人们的美好愿望 河南朱仙镇的木板年画《暴平》 同样采用谐音的方式 表达出吉祥喜庆的寓意 画中的两名童子手抱花瓶天天起舞 瓶身上画着铜钱 瓶里面插满莲花 暴与宝谐音 瓶与瓶谐音 画面寓意永保平安 太平富贵 河南朱仙镇年画《福禄寿三星》 则表达着人们对幸福 关禄和长寿的期盼 画面中间是手之如意的赐福天官 右边是怀抱婴儿的陆星园外囊 左边是手拿龙头拐杖的南极仙翁 三星集合代表了中国古人对人生追求的最高理想 关于年画的作用 清代李光廷曾作诗说 赚得儿童喜 能生彭必辉 可见老百姓把年画看成是辞旧迎新 装点居士必不可少的年货了 值得注意的是 年画可不能乱贴 什么样的年画贴在什么样的地方 中国古人可有不少讲究呢 根据不同的尺寸和题材 年画分为门神 中堂 横梯 平条 斗方等很多种类 门神要贴在临街的大门上 传说可以屈腰降魔 唐朝的秦琼 御池公两位武将 就是深受人们喜爱的门神 从朱仙镇年画马上边中 可以看到秦琼和御池公 气宇轩昂 骑在马上的威武形象 据记载 唐太宗李世民生定时 梦里常听到鬼哭声 以致夜不成眠 这时 大将秦琼御池公自告奋勇 为李世民站岗 李世民由此安然入眠 后来 李世民感念两位大将的忠心 明画公将他们的形象 汇在宫门上 于是就有了年画上的这两位门神 钟馗也是常见的门神 朝鲜镇年画钟馗取材于 钟南山道士钟馗捉鬼的故事 画中的钟馗姿牙称目 满然胡须 被人们视为 镇厚家宅 消灾辟邪的祥瑞 钟唐一般张挂在客厅北墙居中的香岸之上 其尺寸一般较大 题材多为福禄寿或关公的形象 如年卓年画的麻姑献寿 和紫薇高照等神仙人物 就是常见的钟唐 横梯一般挂于客厅较宽敞的地方 题材多表现宏大场面 如棉竹年画的迎春图等 迎春是中国古老的民俗之一 清代年画大师黄卫胡创作的迎春图 形象记录了清代四川眠竹迎春会的盛况 全图长六米 图中描绘了四百六十多个农兵官商等 众多人物形象 以及丰富多彩的迎春活动 生重在线的清代的民风民俗 被专家学者称为清代的清明上河图 平条是狭长的条幅 画面表现多为花鸟 山水或人物故事 一般以对称的形式 张挂在客厅左右的墙上 如棉竹年画中的三国演艺 百兽图二十四孝等就是常见的平条 斗方是一尺剑方的方形棉画 有单幅和双幅对称之分 一般张贴于窗户或香柜上 斗方的题材最为有趣 如棉竹年画中的清代作品老鼠取青 三猴烫猪等本预性单幅小品 三猴烫猪中三个猴子和一头猪 围坐在方桌前玩纸牌 机灵的猴子趁着猪与旁边的女仆 嬉戏的时候 偷偷在桌子下用脚地牌作弊 写画面情景 诙谐幽默 逗人发笑 在传统习俗中 不同的居住者也要选择贴挂不同题材的年画 如年轻已婚子女的房门上 往往往贴麒麟宋子 宋子观音等 中年人的房门上贴家官进路 步步连升 老年人的房门上贴松鹤炎年和寿星 孩子的房门上则要贴五子登科 刘海系金蝉等吉祥年画 而农家的古仓上就要贴残花茂盛等象征农业丰收的喜庆年画了 除了这些 还有很多用于祭祀祈求平安的年画 如造神财神土地神三观大地等等 所有这些五花八门颜色艳丽寓意吉祥的年画 都会在新年时贴满家里的每一个角落 可以想象在除夕之前 当家里贴满年画的时候 目光所到之处 无不充满着喜庆祥和的气息 更有趣的是 在这一张张年画里 还可以看到不同地域的民风民俗 明清时期年画盛行 中国出现了天津杨柳青 苏州桃花雾 四川免竹 河南朱仙镇 河北五强等著名的年画产地 因为地域差异 各地的年画呈现出不同的风格 反映出迥然相逸的民俗风情 天津杨柳青年画 色彩艳丽 题材多为古代戏剧 人物的头脸多于粉金印染 具有很强的装饰性 画面中充满欢快的喜庆气息 如《连年有余》 《四季平安》等年画 就是其广泛流传的经典作品 反映出天津人特有的 明快喜庆的性格特点 河北五强曾是北方最大的年画产地之一 五强年画色彩单纯 题材多具灰鞋喜庆的气息 如《六子征头图》 利用三个童子的头像 创作出六个童子的有趣构图 河南朱仙镇年画 四川绵童年画 起源于当地巴达的造纸叶 其色彩对比强烈 与苏州桃花雾酷似工笔画的门神相比 四川绵童的门神 表情夸张 更显质朴粗犷 反映出四川人通达爽直的个性特点 江苏桃花雾年画 这一张张年画 寄托了人们对风调雨顺 国父民强的美好祝愿 一年又一年 中国人不断重复着天年画 这一古老而美好的传统风俗 在一张张年画里 我们不仅看到了人们的美好愿望 也看到了 幅员辽阔的中国 南北祥瑞处处皆春 好 感谢您和我一起 穿越律师感受国宝 分享一面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